这群人围在汉江江边 看来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原来桥上钓着一只巨大的怪鱼 不一会儿 他追进水中 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 纷纷给他投喂食物 然而在大家不经意间 怪鱼已经重新上岸 并袭击了路人 人们惊恐万分 开始逃命 被他追上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很快 怪鱼追到陆地 一群人挤进铁皮屋内 试图逃过一劫 有用吗 另一扇门被铁链锁死 鲜血遍地 人们苦苦求生 这时黄毛哥和一个老外挺身而出 刚打开铁门 怪鱼就夺门而出 他们不想坐以待毙 唯有反击 老外眼疾手快捡起板砖 往怪鱼砸去 没有反应 紧接着 两人抬起沉重的石碑 再一次砸了过去 但无论是板砖还是石碑 都伤不了怪鱼一丝半嚎 他转身盯上了老外 黄毛哥再次举起石碑 往怪鱼尾巴打去 鲜血直见他的脸上 但怪鱼实在打不死 黄毛哥也没有办法 只好扭头逃命 慌乱中 还牵走了一个小女孩 然而跑得实在太急 摔倒在地 黄毛哥再次抓起小女孩 但回过头一看 居然换了个人 他开始慌了 刚刚的小女孩在哪里 然而当他找到对方时 黄毛哥瞬间慌了神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被怪鱼 吞进府中 他手足无作 拼命喊叫 这个小女孩是谁 是她的女儿 一家人原本住在江边的小卖部里 黄毛哥的老婆离他而去 剩他一人 带着女儿和爸爸一起生活 妹妹和弟弟收到消息 赶来参加追悼会 一家人看着女儿的黑白照 哭得撕心裂肺 这时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走了进来 要求把在事发现场的人都带走隔离 得知黄毛哥被怪鱼溅上了血 更是直接将他丢进隔离袋里 直接拖走 为什么如此极端 这一切都要怪罪漂亮国 美方研究人员不顾韩毅同事的极力反对 将有毒的化学物质大量投放到汗腔 而这也导致了怪鱼的变异 间接祸害了无数家庭 但这件事就没人知道吗 当然不是 自家人肯定要照着自家人 美方伪造证据 把锅甩向中国 多么下贱 晚上 黄毛哥手机响起 电话那头竟然传来了女儿的声音 原来女儿还没死 只是被怪鱼作为储备粮食 藏在封闭的下水道 得知女儿还活着 黄毛哥想要警察帮忙找人 但对方根本不想理会 觉得黄毛哥是个神经病 外人靠不住 那只能靠自己 一家人抓住机会逃出了医院 而这也让他们成了通缉犯 一家人只有下水道这一条线索 没有办法 只能挨个挨个着 但一番忙活下来 始终找不到女儿的踪迹 只好先回家补充体力 却没想到怪鱼竟然来到了家门外 爸爸举起猎枪 慢慢的对准怪鱼 一声枪响 怪鱼发现了他们 直接将小麦布顶翻 爸爸抓住机会 射倒了怪鱼 弟弟想着补枪 结果怪鱼又爬了起来 众人跟在后头紧追不舍 枪声响变整条汗枪 政府人员听到枪声赶了过来 黄毛哥的爸爸为了保全孩子 决定自己留下来解决怪鱼 眼见怪鱼就在身后 爸爸举起了枪 黄毛哥绝望不已 他捡起报纸盖住爸爸 政府人员已经赶到 黄毛哥本想着逃跑 但实在是舍不得爸爸 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 而这也导致他再次被抓 剩下的三兄妹没有办法 弟弟只好找熟人帮忙 找出电话来源地址 但在利益面前 谁还和你熟呢 熟人已经悄悄喊来帮手 就等着抓他 领悬赏 好在弟弟机灵 赶在被抓前找出了地址 及时逃脱了抓捕 妹妹收到消息 只身一人来到地点 果然怪鱼就在这里 但他能解决吗 另一边 黄毛哥被美方医生告知 说怪鱼的病毒入侵了他的大脑 必须给他做额叶切除手术 黄毛哥抓住机会 用针管挟持住护士 成功逃脱 他找到女儿所在的下水道 里面剩了一堆骨头 根本没有女儿和怪鱼的身影 就在这时 怪鱼从头顶爬过 女儿肯定就在他的肚子里 黄毛哥拼命追赶 很快 怪鱼游到另一边上岸 政府随即投放毒气 试图杀死这只怪鱼 毒气果然奏效 怪鱼摊倒在地 黄毛哥不顾危险 冲了上去 打开他的血盆大口 果真 女儿就在里面 黄毛哥将其拽出 顺带还救出了一个小男孩 但不幸的是 女儿已经断气 黄毛哥绝望不已 此时毒气再次投放 三兄妹受到感染 鼻子耳朵都开始流血 但他们早已毫无畏惧 如今仅存的愿望 就是杀死怪鱼 很快 怪鱼爬了起来 弟弟率先上场 他点燃酒精瓶 用力抛去 一瓶 两瓶 三瓶 都没有砸到怪鱼 这时 路人前来帮忙 将汽油都倒在怪鱼身上 只要弟弟把最后一瓶丢中 那么一切都将结束 弟弟毅然决然地走了上去 结果 就在这时 妹妹也站了出来 她将点燃的火箭 瞄准怪鱼 紧接着 怪鱼开始落荒而逃 黄毛哥早已在转角处 守住带兔 他操起铁棍 狠狠地往怪鱼捅去 强劲的怪鱼 让他后滑几步 随着鲜血哗啦流下 黄毛哥知道 成功了 怪鱼终究被杀死 这一家人终于复仇 最后 黄毛哥发现 之前被救出的小男孩还活着 便决定收养男孩 让他跟着自己一统生活 最后 怪鱼的真相被调查清楚 涉事的美方也被惩戒 残留给幸存者的伤害 又该由谁来赔偿呢 而黄毛哥也变得胆战心惊 听到一些动静 都会感到畏惧 怪鱼 是否又会出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汉枪怪物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